大家好,歡迎回到來《芒向編輯部》節目時段 今天是2021年1月20日,行時間星期三 今次有我許留山,還有我們的《芒向鐵人有機小波羅》二德台洋 大家好 澳洲紅製病症BC 你好,大家好,齊氏真力好 《芒向全能戰士大馬Sir》馬來勁 各位朋友好 請大家Like我們的影片,留言最重要是訂閱《芒向編輯部》 一部Youtube頻道,正向一部曬冷氣,三個Youtube頻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點贊 好了,近來多了一個新的hashtag 哇,看到都相當之,咦咦,胡胡,哇,就是什麼呢? hashtag撐尼君雅,哇,很多人開始用這個,為什麼呢? 我們本來都沒有去深究,或者幫這個人來一個倒數 倒數呢,當然他的命運就會揭中的了 就是尼君雅的這個,有史以來算不算是香港電台最長試用期的人呢? hashtag撐尼君雅,他加120天的嘛,是避免20天的嘛 那我本來不知道是多少啦,我不知道是30天啦,還是60天才啦 如果加起來的話呢,可能都相當誇張啦啦 就是差不多有半年的試用期,基本本已經接近半年的試用期 我想都前無古人,後無尼雅,後無君雅,真慘啦 那接下來呢,就30號呢,就期滿,那為什麼會無端端,我們又知道呢? 因為呢,這個香港電台製作人員工會的FB呢 就突然就設立些大電台製作了, gehen迢二十一日,差不一定給大家他們嘗試划 上如十一日 叫大家一起 嘗試過大家大家用手讓打破 speaking of this country 即是因為過不了 才可以成為這個犧牲品 別玩啦 就是製品 就可以了,你別玩了 現在我看到整個利君雅好像以前那些人說要BBQ的女巫 說她是女巫而已,她不是真的 把她綁在木柱裡 下面已經準備了柴火 整堆柴,用泥脂柴來燒她那些 圍著她那些 驅鬼,用泥脂柴 很貴的泥脂柴 那些柴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拆開一點點說 有一條村,因為裡面是十分之猛的 所以圍著那個村的村口 整條村,四邊包圍都是縱滿 那條村?有的有的 不知哪個天才 天才村長就下令要改了這批樹 哦 自此 我們有機會再留在少年A的節目 再說一下 好了,已經準備了柴火 準備了李君雅 不要把我這麼高調 還是怎麼樣 現在真的半天調 我們不如說一下發生什麼事 好嗎? 好 那她說FB 那她說FB 方寫人會過到試用期 那說什麼呢? 電子部員工 李君雅被延長試用期 一百二十日 將會在這個月的三十號期滿 工會上個星期 相當之好人 幫她去信管理層 要求管理層方面 要交代調查進度 即時調查 她之前還有一些其他一些 一些閃界奶的 什麼個案要處理還是怎麼樣的 那副特調查的副廣播處長 馮建業 就用這個書面回覆他們了 就說這個調查 正是按住部門 和政府的既定機制的程序去處理 就不會評論個別個案的 那好了 我們逐點逐點分析一下 她說了這個期限是三十號 那現在副廣播主長就是說 喂 我們不會評論個案 因為你不是當事人 當事人都不來追 你追來追來幹什麼 他沒有授權工會來追的 其實你自己就是來追 那其實還有 當事人其實沒有叫你去信管理層的 我們先說清楚 一件還一件 即是你自把自為 突然幫人出頭還是怎樣 那工會代表 也都再跟馮建業說要對話 那還好笑 要你承諾追遲 二十二號 即是今個星期五 就要向尼歸雅交代調查進度 其實她本人沒有追過這個進度 哈哈哈哈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進度 當然你說那個叫做調查 對她有利的 那對於她那個試用期 過試用期就有幫助 萬一接下來 農曆新年真的大吉利是了 過不了了 調查出來的結果不好的話 那就影響了她的試用期 哈哈哈哈 應該都做這份工 正正常常做這份工的決定 那幾打都不要開牌 是吧 蓋牌先 或者封棋先 不要搞住 哈哈 她竟然說要要求 在尼歸雅的試用期完結之前 很快些 說要向尼歸雅交代進度 你不是想去 人家的試用期都還沒有評估完 啊 這個所謂的工會 就懶惰 用一些有威脅性的口問 去問這些私人的事情 就是這個靠害的工會 哈哈 是啊 所以這個工會 就是相當自有創意 即使已經跟你說 我們正在處理 然後你說不行 書面回覆了你了 不行 再打電話要求對話 這樣說 真是煩的 喂 這樣的話 真是 如果我是資方的話 即是 香港電台那邊 我肯定 肯定 兜腳掃把這個尼歸雅走 因為太煩了 喂 現在連試用他 都這麼煩 正式聘用他的 更糟糕 到時候要給處長做 是不是 都挺麻煩的 到時候可能他 我們嚴正抗議 為什麼李君亞文具 分配得這麼少 打壓他 又要副處長交代 那怎麼辦呢 相當尷尬 那你找鄧匣匣做 鄧匣匣做 鄧匣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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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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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做處長 才算 我做處長 我炒了這些人 一個都不留下 大家支持我做處長 鬼穿空氣 就可以炒了這些人 更好笑 然後公會又說質疑 說管理層方面 是刻意拖延到最後一刻 才公佈這些調查結果的 那還好笑 又說 這個批評他們怎樣 那個過程是黑相作義 哇 你還要罵人家那個調查 人家那個調查都沒有結果 是不是 就說對員工 就極度不公患 就促請管方 就是管理層方面 要在這幾天裡面 就要公佈整件事的調查進度 哇 你這樣害死他 是嗎 絕對是 他特地害死他 就是這麼可惡的工會 我真的是第一次見 是啊 全心靠外的工會 但是你看到那個運作 是很漂亮的 就是他表面上 講到很大人大義 幫你這樣 幫你那樣 但是怎麼知道 因為很難去搞的 到時李君雅呢 不如這樣 我們其實今節 有一個叫做大家留言 我們可能有幾個選擇 大家 那A呢 可能A就是 李君雅可以繼續做 就是獲聘 通過試用期 通過試用期 B就是不通過試用期 嗯 我就想到一個C的option 就是再延長試用期 哇 更慘 這個都可以是選擇 是啊 就是取其中間 那我們到時 我們在那個留言區那裡 看看大家一起 怎樣去講 還是怎樣 看看會不會有D 好嗎 是C餐還是C餐 沒錯 就是給他過試用期 過不過 還有再延長 是不是 可能再延長 120天都挺好玩 是吧 哇 就是 就是跟陽明間鋪一樣 曼火曼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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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最麻煩的是什麼呢 太多東西牽涉到 之前我們也有說過 無緣無故有個 走出來炸糧 太多了 那整碟炸糧 哎 我不管炸還是炸什麼 太多炸糧還是怎樣 吃都吃都生暗瘡 就這樣 之前什麼年度人物選舉 無緣無故又要拿出來玩 又要選他 選到整個 選舉都終止 哎 喂 我想到一件事 會不會再叫他先保持 不要讓他過了使用期呢 可以都有一個原因的 也是一個終極的殺雀 對於香港電台來說 就是怕他做處長 是吧 挑戰更加高的一級 他走去做處長 可能曾經 工會說不如李君雅 你試一下申請做處長 他可以試一下申請 但是他的資歷夠不夠 那個傳媒經驗 不知道夠不夠 那麼多年 他們就可以說打壓 為什麼不夠 不給申請就是打壓的了 司法覆核 為什麼廣播處長的入職條件要這樣 是不是有心不給李君雅 是的 是不是有種族歧視 再誇張一些 是不是因為他複色比較黑 不給人家申請 不停地上綱上線 他們可以 他們的套路會是這樣的 什麼都拿出來說 我看到一些留言都挺好笑的 就跟他說 怕什麼 李君雅這麼有實力 東加不就打西加 就不要做了 對了 你這麼簡單嗎 講得 是吧 不能做的 這個港台可以做送外賣的 這個送外賣都差 一兩三餐 很多BNO都說寧願 有IT工在香港都不做 10萬元月薪都不要 寧願拿著BNO去英國送外賣 就是這樣 會不會都很開心呢 一邊開著電單車一邊吸著自由的空氣 嘩 嘩 真的很開心 開著反應都快點 電單車 嘩 真的聽見都開心 又繼續說什麼 我們之前也說過好幾次了 這120天對於李君雅來說 真的很漫長 之前有說過打壓他 什麼一案兩審 又說什麼柔和 記者是否只要問這個柔和的問題 這樣那樣 李君雅我們公道一點點 他自從是上年的叫做十月打後 十月中打後 他已經不再講這些了 他當時也跟那個叫做副廣播處長 有少少的叫做火花都爆出來的 這就是一件事 他這段時間選擇沉默 即是代表 或者不再追著副廣播處長去問這件事 那個叫做處理他那個問題 因為當時其實曾經試過有一次 有員工大會 是整個150個員工出席的 那時候都直接在席間 就向這個梁家榮質問李君雅的事件 又說是否什麼程序失當 都有罵過是否什麼種族歧視 平等機會什麼表態還是怎樣的 是吧 不過都是那句 梁家榮那些都說 management對你怎樣的 你心中有數 還是怎樣 都是那句 讓管理層處理回 是吧 沒有必要搞的 我覺得 我相信管理層都會很公正的處理他這個case的 但是至於利君雅會不會 其實都有這樣的可能 會不會其實是利君雅屬意工會這樣做的 屬意工會這樣做 是吧 嗯 但是這個時候會比較害怕 如果他這麼想繼續做這份工的話 如果他說這麼委屈為什麼要走呢 你想想有善中國 利君雅這段時間其實見到有善中國組的結局 就是這樣 當然他不是只有一個人 他不可以叫總辭 他也可以叫利辭 利君雅自己辭 自己辭職 辭職了職 不然去眾新聞嗎 去眾新聞 對 眾新聞請他就可以了 請一個 之前有人叫他去讀果 讀果 讀果 哎呀 入國讀果 以後他想轉光都難了 是 再加上讀果都好像一般般的 讀果都是外判的 讀果將你玩魚玩剩就扔回出來 扔回來了 你玩到 就是你當成是一塊蟑螺 是不是 哦 用你口咬 咬咬咬咬就很甜 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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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剩下渣 沒有味道就剩下 其實那個叫什麼 戴口令就是一個好例子 好彩後來就去了 借渣 他沒有戴口令那麼出名 說句老實話 是啊 因為他只有一方面的人會聽他 這個就麻煩一點 或者聽都未必聽 其實那些人只不過是口講 不是荷包 荷包當然是立的 他們那個動作都很立的 例如他們說支持誰 支持誰 還是怎樣 還說頂住 撐住Facebook 是啊 你說那個什麼黃宗堯 你又不見了 杜汶澤出來說 那時候說黃宗堯加盟了在杜汶澤那裡 當然啦 又好像肥佬黎那套路那樣 想借著黃宗堯的名字 來吸一下那些客人 還是怎樣的 吸一下那些網友 吸一下那些訂閱 我看到現在不知道黃宗堯 又幫人搞那些什麼新春廣播套餐那些 就是學無線電視 拿你的產品 例如怎樣呢 黃宗堯就說恭喜恭喜 新年就要吃大馬榴槤 那樣 祝你 你老爸一身幾年恭喜 祝你年年有貓山王 那樣 恭喜恭喜 就是做大課啦 是不是? 可以這樣說啦 就大課啦 等於有些人即場就表現吃盆菜還是怎樣 吃盆菜 盆菜都要表演嗎? 哇!好東西啊 看到你吃 覺得好吃 那他就會訂了 是嗎? 現在就看到黃宗堯都搞這些什麼廣告套餐 就是可能他幫你做廣告宣傳啦 還是宣傳你那個新春那個產品 還是怎樣 那這個 見到似 不行啊 當然不行啦 黃宗堯他現在在那個當什麼 我不知道他那個 杜汶澤那個當什麼 利蘇啊 利蘇啊 他那個當東西要收錢的嘛 第一就是收錢 二來你是要上網才看的嘛 收錢上網看? 喂!上網有很多東西免費 要不要給他錢看? 有什麼好看呢? 接著還要看他的廣告啊? 看黃宗堯帶貨啊? 給錢看他帶貨啊? 不適合啊 廣告沒理由要錢的啊 這些是死亡之吻來的啦 就是你再叫黃宗堯去做這些 是不是? 就是我已經給錢看你的平台 還要捱你的平台裡面的廣告時段 沒那麼傻嘛 都是傻的 那我們回到這次的核心人物就是這個李君雅 他是去到一百二十天 快來一百二十天啦 還差一點點啦 我不知道他捱不捱到啦 我們再這樣逼他下去 他就快要崩潰了啦 是吧? 他真是想 曾蔭權所說 我想做好這份工作 就是這個意思嘛 是吧? 所以你現在說要交代還是怎樣呢 現在真的彩你都生芒果 我覺得不要逼他啦 如果被人覺得這個員工這麼惹火的 是吧? 是惹火的 是啊 做什麼都要這麼多人出來吵啊 還是怎樣呢 那算了 不如不要搖他 多一個不多少一個不少 是吧? 是的 是的 多謝你了這次 好 我們今節不如講到這裡先啦 希望你看看李君雅過到這個年關啦 是吧? 我都要講回當年這個阿錦 過年的時候祝福勇於經典的一網 就是吉人天相 這樣啊 這個黃人不知道有沒有天相啦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